按照顺序来看 对总结是大概是这样 然后问题我们看到这个 先看这个同学的问题 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 那世人认为世上那么多书 如何证明圣经是 这个我们上周处理过了是吧 实际上按实际上效果来说 没有任何方法去证明 无论你跟他讲这个游子银 还是铁证代判 还是什么 包括我们告白的一些正统的圣经 比如说基督教要义也好 包括后来根据他所写的 这个韦斯米斯的信仰告白里面说 圣经有一些他自身的一些属性 他的什么启示的这个教义超越 什么语言经练 然后等等等等 即便那样的话 你讲完了也不会让人必然 就产生对圣经就是神的话的这种信息 我们归根结底说 就是圣经本身的见证以外 圣灵在人心中的做工 甚至信心本身也不是能力 那为何这信心的功效在每个人 这是又另一个问题 圣灵赐给我们 圣灵将圣经是神的话 这样的确信赐给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理性上说明不了的 但是我就相信它是神的话了 我心里面笃信不疑的 然后感受到的权威 深深的被他感化 这种能够屈服于圣经 先抛开我们所谓的理性的论证 这是圣灵的做工 然后后来渐渐我们开始 补上对信仰寻求理解 补上我为什么这么信 我这么信合不合理 然后开始理论上的补充 然后证明我信不是盲目信 信的是合乎道理的 所以不是因为先明白才信 而是因为信以后明白 所以这个过程背后是圣灵的做工 圣灵如果不在我们内心当中 点化我们 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天然人的 逻辑理性意志等等 灵魂的功能去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鼠血气的不明白属灵的事 圣经是属于属灵这个领域的 鼠血气的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 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恩典 圣灵做工的话 我们是不具备认识属灵事物的能力 即便欣赏圣经 圣经是不错 整个世界宗教当中 圣经是最卓越的 也顶多而已了 不错了 基督教不错 基督教好 信基督教好 但是你信不信 信不来 为什么 那是他的短板 他没有那个能力去相信 卖出信仰的第一步 需要上帝的恩典才是 那这个又谈到了信心的功效的问题 每个人显出来不一样 可能认识神 确信神的 圣经是神的话 这个主题又引申出来了 有人因神的话语改变 有的人对神的话语无动于忠 如读天主 为什么反应 就是同样信耶稣 至少外表上来教会 有的人读信不应上帝 信神的话 上帝的话 有的人好像来了那么多年 一年两年三年 还是好像稀里糊涂的 像门外汉似的 你说他不信吧 他也信 场场聚会不落 小组聚会也参加 然后也很努力的样子 但是你说他信吧 好像总感觉没开窍那种感觉 这个主权的恩典在于神 有的是我们解释不清楚 同样一个人先来的再后 后来的再先 这样的事情也有吗 不是 两个人都是好朋友 两个人都很聪明 但是同时来教会 一个人就信了 另一个人 犹犹豫豫旁旁旁旁的 几年以后 这个人什么当执事 又在教会里热心事奉 成长得很快 另一个人还是 这个目道友那种水平的 这个我们不晓得 上帝识认给谁 开谁的心窍 当然主观的因素 我们也不可否认 比如说这个人的寻求 虚心 这个因素也有 当然更根本的 就是还是神的这个作为 上帝施恩给神 我们也不好说 所以热心的人知道 这是神的恩典 使我这样 我才这样 不热心的人 也不能说 上帝为什么不施恩给我 应该说 我到底问题出在哪 以至于我是不是不热心 我不可慕等等 然后更谦卑的去寻求可慕 求神赐恩给自己 让自己更在真理里面 长进等等 这个 这样来解释 那这个我们就越过去 所以 真正使人产生信心 我们传福音也好 劝勉也好 讲道也好 这都是上帝使用的 一种蒙恩的手段 上帝用这种方法 但是真正使人内心当中 发生改变 产生信心 接受信仰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些 做神的仆人的人 讲道的人 讲的再好 我们传福音 传的再好 做见证 做的再感动 我们不能骄傲 我们只能说 我是一个 我的小饼 我的这一把面 一点油 这一个饼 这点鱼 只能是摆在上帝面前 上帝如果不祝福 他就不可能产生 无饼二鱼 供给别人需要的 这样的神迹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仰望神使用我们 祝福我们 透过我们 上帝借着我们 透过我们 圣灵亲自在人心里 做工 这样的话 他才能够真的 觉悟 听懂 听明白 所以为自己祷告 然后为听的人祷告 为我们这样的本分 能够被神使用 通过成为 祝福人的手段和工具 真正施恩的是圣灵 真正赐生命 教导我们真理 教导我们真理的是圣灵 所以我们盼望圣灵 在我们这样的做工的过程上 不仅在我里面 把真理讲明白 还要在那个听的人心里面 开他们信教室 他们能够领悟真理 能够确信 他所听的就是神的话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因为关于启示的方面 特殊启示 我们说旧约的时候 包括新约时代 也偶尔使用这种梦的方式 我们不得不说 这种梦是圣经成书之前的 上帝曾经启示 他的百姓的一种方式 但是不是最佳的方式 后来呢 我们看到上帝 更多的是用说话的方式 甚至拆派先知 赐下律法 用语言这种方式更多 特别是整个66卷圣经 成书以后 赐给教会最安全 最稳固的神的话语 就是圣经 那人会多 好多次做梦 传道书里面也说了 多言多梦 多出虚幻 人吃五股杂粮 日思 这个所谓的 日有所思 也有所梦 对吧 白天想的多 有的时候 这个就会做梦 甚至 很多人都经历这样的事情 然后学习压力大 晚上也这个 讲一些这个 和课堂有关的这样的梦 或者做梦 做做梦的梦 到老师催交作业 这种情况不也很有 和我 因为梦是我们灵魂 或者说心理 或者什么神经系统 里面产生的反应 当我们人睡觉的时候 身体是睡 这个进入待机模式了 但是灵魂 它是灵的存在 你灵魂不睡觉 它还活跃 甚至有的科学家 研究什么测试 人的脑电波 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脑电波 反而活跃 怎么怎么的 来推理灵魂在人睡眠的时候 仍然活跃 梦是灵魂的一种活动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它还在淘气 在活动 想事等等 这种事情是正常的 曾经作为神启示的手段 今天大家也不必要太神经 放在梦上 好好花神经 更多 十倍 二十倍的精力 放在研读圣经上 多梦 多研 多有虚幻 你只要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和留意梦 有什么关系 敬畏耶和华 在旧约里面 更多的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留意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敬畏 不只是态度的问题 敬畏是你要多听神的话 言读神的话 诵读神的话 神的话已经 上帝已经将他的旨意 显明在 他的话语里面 所以比起留意梦里面 有什么启示 使自己陷入到混沌和虚妄当中 还不如把精力放在研究圣经的话 读几遍圣经 然后参考一些好的书籍 多参加一些高品质的小组讨论 圣经学习 教会办的查经班等等 分辨 这个要分辨的话 我们又调入到灵派那套逻辑里了 他那种分辨梦 是不是出于神的这样的 我可以教大家 但是 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 别纠结梦 当你留意梦的时候 你渐渐的你就发现 你已经偏离了上帝引导你的最喜悦 最主要的方式 旧约的百姓 他们开始流域寻求什么交诡 当他们寻求在律法之外 寻求其他神的引导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陷入到 给魔鬼留地步不说 他们自己就陷入到虚幻里面 我们不说魔鬼什么梦不梦的问题 我们自己吃乌果杂粮里面 白天这个想的比较多 乱很杂乱的思想 包括我们里面还有情欲 败坏的本性 那做出来的梦 各种元素都混在里面 这个千分之几百分之几 有神的 神的不能说启示 神的什么对你的引导 或者是开化 指望那么小的几率 还不如花点精力 去多读读圣经的 圣经明确地给我们 关于生命敬虔的道理 都启示出来了 为什么还留意在那种 低级的神引导的方式呢 然后甚至使自己 陷入到更危险的地步 因为我们都是传统家庭教会的缘故 这方面可能带来给我们困惑很多 并且身边或者我们所属的教会 以前是有很多这个灵恩运动 这种灵恩的活动影响的缘故 可能或者周边谈论梦的态度 所以可能也会产生这种困惑 到底梦怎么办 忽视 用我的话就忽视 多焉多梦 多吹虚幻 你只要敬畏一会儿 备注这节经文就好了 忽视不等于得罪神 因为敬畏神你忽视 为什么 上帝更喜悦 人这个律法伟大 上帝更喜悦我们敬畏尊重 他的话 他的话不是直接在梦里听到的 或者耳朵听到的 比起这个更多的是已经赐下 确实可靠的正确无误的圣经 我们用精力去研经就好了 真正想明白神的旨意吗 比起注意梦 更多的去查考圣经 所以比起告诉你如何在垃圾堆里面 去找食物 还不如直接忽略垃圾堆 去注目上帝给我们丰盛的园子 水果蔬菜圆子田园不要总钉在那种垃圾堆里面 偶尔可能会剪出来一个什么没有烂的可以吃的健康的苹果 比起那样还不如花更多精力去在园子里面用心 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画面 那看来人和人都有差别 我没有歧视的意思 人和人都有差别 有些人比较理性 所以他一辈子都没见过什么画面 做过什么梦 有些人比较感性 甚至有些人稍微可能敏感 有的说容易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做什么 像我哥们几个老大 就是这个已经被无声论洗坏脑子了 现在都还是半脚在教会里面 半脚在外面 这种老二呢 我二哥 我二哥老二呢 就从小体弱多病 神经敏锐 经常看到什么东西 做什么 信了基督以后 做了传道人以后 我俩完全不同的风格 上帝引导我是用原理 用知识 然后有些事情 用圣经的知识 或者是常识 或者内在那种洞察力 直接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他总是要做梦 听什么声音 有的时候也羡慕他 他怎么那么多精力 我从来做不到梦 听不到什么 看不见什么 那后来就是 有些人体质就那样 人的那个类型不一样 还有呢 有些人愚笨 不是因为他很属灵 他有的时候很愚笨 上帝有的时候 不得不用一些特别的 让他印象深刻的方法 把他扭转过来 其实有很多 他做梦之前 我已经跟他劝勉过的话 不听 人说的话不听 总觉得是不属灵 其实已经是符合圣经原理的 作为传道人 这种对他的洞察 一种劝勉 或者说圣灵感动这种肢体之间 圣徒之间的交通 互相彼此劝勉 相互劝勉 那忽视 然后过两天又什么 看了什么 听了什么 等等 所以这个也一样 今天已经赐下了最好的麦子 坚实的鼓粒颗粒饱满的麦子 就不要去注意康疲 这个不是我的话 这是先知的话 这旧约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话说 那些做梦的 就让他们讲自己的梦 领受耶和华的话的仆人 就传讲我的话 这个他说 康疲怎么和能麦子相比较呢 他所说的康疲 就是假先知们所做的梦 所以有些基督徒 可能体质或者情感 容易看到这些事 为了让你的信仰成长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梦 这个信仰健康成长的 虽然有些单纯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爱神 可慕神 上帝有的时候不得不 没文化等等 用某些方式去照顾他的信仰需要 但是健康的基督徒 一定要喝奶 一定要吃凉 就是神的话 研读神的话 学习神的话 这是上帝带领教会 这是最喜悦 最稳固 最正常的方式 其他的都是偶尔的 例外的 非正常的 所以我们不能拿个例 将普遍化 当成上帝一贯引导我们的方式 那样的话 我们就 异教化基督教了 然后就 容易陷入到错误里面 所以这个 比起教导你具体的 我给你指出一个大的原则 比起注意这个什么画面等等 这个花更多的精力去研读神的话 这样的话就均衡你的信仰 即便有一天你领受了很多的神的话 有一天你看到东西 你也有分辨力了 是吧 所以圣灵和神的话一同就给你智慧 让你知道如何去判断一些你的经历和感受 我不是说否认上帝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带领我们 但是不是常用和不是对我们最好的方式 所以这个方面大家要留意 特别是集合圣经 我们说特殊启示 圣经成书以后 以前圣经成书的过程当中 上帝有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导下启示 特别是给他的先知和仆人们 让他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 可能会用梦异象的方式去传这样 当让他们记录下来以后 更多的是根据记录下来的圣经 神的话 特别是新约以后 66节圣经都成书了以后 那这种梦啊 只能是作为上帝给我们个人性引导的一种参考 但是不是超越神话语的那种权威的那种引导 神的话语是绝对的权威 在一切权威之上 是规范任何规范的权威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不反对上帝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他照顾我们的信仰 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这个自由我们不必要限制上帝 但是要知道上帝一般引用我们最安全稳固的方法 和圣经成书等等这个过程 期间他所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和惯常的方法 这个要区分开来 那这个我们放在后面来处理 这个提问是视频提问 在教会中对于启示经常会听到两种声音 主张上帝赐启示的灵 那这个我们要赐启示的灵 保罗以弗所书里面谈到了 愿上帝将了次人启示和智慧的灵赐给你们 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 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 使他们明白神在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基业 何等的丰盛盼望什么荣耀等等 实际上启示的灵就是圣灵 当然我们这个解经的问题 是不是以弗所教会弟兄姊们 没有领受圣灵未重生 当然不是这个 已经说了你们与基督和好 借着学已经亲近了 已经是认定他们是明白福音 已经与基督和好的基督徒 但为什么这样呢 盼望神的灵做供 已经领受圣灵了 但是求圣灵尽身的去教导他们 明白真理 理解福音的奥秘的意思 不是说未曾领受灵 心赐一个灵 或者是在圣灵之外领个灵 启示的灵 赐人智慧的灵 是修饰圣灵 所以盼望这位圣灵赐给他们 这样的启示和光照 让他们明白的意思 那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 就是求上帝赐给我们 这是不太严谨的祷告 要么你觉得圣灵 没有住在我里面 要么就是实际上意思 求圣灵光照启示我的意思 那另一些人主张 圣经已经启示了 不应该求启示 那这两种主张怎么样 态度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立场是神学的态度 是我们看待的这个方面 那我们要注意 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圣灵 圣灵赐人启示光照等等 那如果你是认为你自己 是重生基督徒 也不必要再求圣灵 进入到你里面 关键是求圣灵光照 当然求圣灵光照的时候 我们要区分这个词 我之前也跟大家强调 不能随便用启示这个词 那你说求上帝启示你 那领受的那个启示 如果是神的启示的话 如何和圣经先知 使徒们领受的启示 去看待呢 是要在圣经之外 要加个福禄 这个启示录二 启示录三 67卷 这个就问题 启示 上帝不曾揭示的 已经揭示了 那我们说圣经是启示 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 出于神的启示 限定在圣经了 那今天呢 我们说求圣灵光照 可以 圣灵引导我 让我明白 不懂 给我智慧 这个叫圣灵光照 但是不能说圣灵启示 启示就好像 我成先知 使徒领受 历代教会 没曾领受的知识 获得新知识 这个概念 所以启示不能 随便再用在自己身上了 现在特别 我们说特殊启示 以前是梦 异象 神迹 基督 道成肉身 等等 基督所宣讲的话 等等 现在就指圣经了 曾经上帝 特殊启示 今天就定格成为圣经 那今天上帝突然借着闪电 借着异象 借着什么 那个我们不能说启示 说圣灵对我个人性的带领 为了区别开来 概念上要区分开来 有的人认为 启示 所以我的意见是柔和的 柔和 但就是融合的 综合的 为什么 你要理解保罗说 次人启示智慧的灵 这个什么意思 如果是求圣灵光照的话 今天仍然在 圣灵在我里面光照我 让我明白这段经文 圣灵光照我 给我智慧 在试炼当中求神给我智慧 这个智慧的源头是圣灵 雅各书祷告 求神给我智慧 让我知道我面对这种试炼的时候 我应该如何反应 这个是有的 同时呢 有人主张已经结束了嘛 那这种结束 启示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启示 已经结束了 圣经是最终完备 最终的这种形态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求启示 这个是对的 我们不应该求启示 因为我们重新理解了启示 这个狭窄的意义 已经定格圣经是吧 我们不能在圣经之外 额外的想获得 其他神的言语 那今天 所以这样是的 那第二 我又回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求圣灵 引导我们光照我们 因为我们愚笨 我们不明白 求主给我智慧 我该如何做选择 在选择工作上 选择配偶上 选择除了根据圣经原理以外 根据一般的常识判断以外 我们也求圣灵 掌管我的心思和判断 包括我心里面的倾向 让我不至于做出错误的判断 是吧 有些事情 一开始很冲动 很想要 祷告一段时间 发现那个欲望就没了 淡了 冷静下来了 发现就 不想做了 很多的事情 是我们个人的情欲 欲望 冲动和圣灵引导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 不给予 求圣灵的光照和引导是需要的 态度就放弃 把态度在交会里 搞态度化的容易搞成分裂 立场是需要有的 立场是神学的立场 我们信仰的立场 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论事的立场 我们要 态度尽量以谦卑柔和和睦的态度 理解尊重的态度 有些人 就像我们 像大家一样 像我也一样 我们曾经原来就是传统的家庭教会 也没有什么神学宗派立场 不知道 然后老一辈人就那么教 就那么成长起来 等渐渐的接触了更多信仰资源 发现或者学习了更多圣经 自己的渐渐形成了一些立场 渐渐发现 过去有一些说法 一些做法 一些传统是说法 一些追求 甚至有些需要批判 需要纠正 甚至有些需要丢弃的 那这样的过程 我们才发现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出来的人要理解 那些在传统当中所用的语言 所思考的方式 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 理解他们成长的背景 然后也对他们现在的光景 同情的同时也存着耐心 希望他们也像我们一样 随着更多的学习圣经 学习正统的信仰 规范他们的这种语言 用词概念 甚至规范他们的信仰的追求的这种形式 所以尽量保持谦和 然后保持尊重 但是不是妥协 立场是要有 但是要温柔的 这样的话 教会在保持和平的情况下 渐渐的向着一个 在真理认知上达成一致 然后实践上也渐渐的达成合一 这样的情况 就像大家所体会到的 和我也体会到的 有一些我们国内一些肢体 这个从传统的教会 灵派的教会 接受了改革中神学之后 就是好像发现新大陆 兴奋的不得了 然后结果就大 大刀阔斧的改革的过程当中 发生那种血淋淋的 教会分裂的事件 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这个就是有些不成熟 过于心急的 操之过急的这样的方式 当然好心 但是就是那个实习生 这个胆子太大了 这个下手太狠了 这个手术刀不但没有把人治好 把人给切死了 割死了 所以不仅要有知识 还有这个就像用金兰俊牧师的话 就是说传道人要有什么阴的眼睛 这个鼠灵洞察力 要有这种外科医生的这个手术刀 准确的去对症下药 还要加上女人的手 这个妈妈的手 这个给孩子这个缝衣服也好 帮孩子去挑个刺也好 什么眼睛里推个灰也好 那个非常心细的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温柔 别把人搞死了 治死了 治死不是传造人的目的 治活才好 对不对 所以处理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有成熟温柔的智慧等等 这个可以作为这件 那对面对教会中的弟兄姐妹 在理性上 理想上 怀疑神的存在 您说的是不是在思想上 是理性 理性上 理性上 思想上 这个 怀疑 思想上 怀疑神的存在 是因为 这个都有 怀疑更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强调圣灵的工作 圣灵使我们确信神的话 圣灵赐给我们确信 却有的时候在神的话语上 稍微弱的时候 但是心里就笃信不疑 我是神的儿女 耶稣爱我 上帝的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笃信不疑 上帝爱我 耶稣为我死了 所以怀疑和圣灵的工作有关系 同时怀疑还有和神的话有关系 信心没有神的话 作为根基 就像房子没有建在沙土上一样 建在情绪上 情感上 经历上 见证上 或者是教会的氛围上 或者被别人的爱心感动了 感染了 一时兴奋 这种土浅石头地上的 沙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这个长起来的植物样 迅速的成长 但是试炼一来就倒了 为什么 没有根基扎在话语之上 圣灵 话语 还有呢 信仰 成长 过程 有这样的怀疑 从初信 甚至是目道有这样的过程 有这种怀疑的过程 挣扎 过去接受的进化论 唯物主义 和基督教教导的世界观 这个冲突 这种过程是必然有的 还有 即使是正常的基督徒 他也有 属灵低潮的时候 属灵低潮的时候 就 怀疑 这个上帝 我是不是怎么样 上帝不爱我 为什么祷告不通 祷告不应答 为什么失去了那种礼拜的恩典 读经的恩典 祷告也摸不着边了 对属灵的事物也没有感觉 自己知道很有问题 但是 刹不住车 这个车一直往坡下滑 怎么办呢 软弱 然后怀疑 怀疑上帝是不是爱我 这样的情况也有 当然你说的这个是理性上怀疑 可能是理论上 知性上已经装备的知识 像特别是中国人 进化论等等 学校官方教育 接受的一些教育和圣经教导的 有冲突的时候 那最起码 第一我们要知道有两种 两个方面的真理 两种层面的真理 这个真理包括 这个圣经的真理 还要加上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一般的真理 一般的真理 包括很多 什么各种专业 比如说医学上的 医学 虽然有些理论不确定 但是有些 知识是已经确定的 哲学也一样 哲学里面不是全部都对 但是哲学里面也包含着 一些说的对的部分 包括我们所谓的常识 是吧 等等 一般领域的 要么我们就说 上帝给我们两本书 圣经 还有个就是 世界啊 这个世界不是这个 堕落的世界 是被造界啊 上帝 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 上帝也透过圣 世界向我们说话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特殊启示和一般 启示这个两种知识的源头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和世界上 特别是学校里面 学校里面教导的这个 有些知识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理解 它是范畴性的知识 还是怎么样 所谓的范畴呢 有些知识是 只是涉及到 被造界 物理性的 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数学也好 比如说生物学 什么研究细胞啊 内在的原理啊 它不涉及到什么荣耀神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它只是研究人身体里面的 内在的结构 物理性的结构 化学也是研究 其他物质之间的 那个物质间的关系 天文是研究 这个宇宙 那个对吧 生物 哲学是研究人思考里面的 都是神被造界 无论是精神层面 还是物质层面 内在的关系 它不涉及到这种物质 本身存在的意义 价值 造物主 等等 这种感觉 所以 在那个领域 他可能说到的知识 是局部性的 片面性的 不全面的 但是如果说的对 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 要承认 在圣经之外 也有真理 但是圣经是最高 绝对的 无物的真理 在其他领域 我们过去常常被人骂 基督教反科学 就是因为 天主教教廷 把这个 哥白尼亚等科学家给 处死了 是吧 就觉得 哇 基督教是反科学的 近现代的这些什么 等等 这些科学 是基督教反科学吗 当时的天主教 当然他有他的背景 因为他这么解释的话 可能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观 教会是根据圣经 觉得从意义的角度 目的的角度 地球是中心 整个宇宙太阳在扭叉 其他什么系在扭叉 上帝所关注的是 地球上的人类 他自己的行星样式 所以地球中心 这个不是从运动 角度来说的 是从意义价值的角度 但是天文学家 只是观察自然现象 从运动学的角度 日新说 但是从神学的意义角度 是地心说 结果日新说 出来之后 直接危及了教会的教导权 他如果颠覆了圣经教导的 这种地心说 神学意义上的地心说的话 是不是就摧毁了基督教的信仰 结果各种因素综合起来 他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教廷犯的错误就是 他们没有区分这种知识 或者这种真理的领域性 同样都是真理 地心说对 但是不是从天文学 和运动学的角度 是从意义 神学的意义上 哥白尼说什么 日新说对 这是从运动学 是吧 两个不冲突 都是事实 然后呢 再也就是 所以从目到有的初级阶段 从这个 神的灵的做工 神的话语的 认识神话语的程度等等 再加上 有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经历这种疑惑 不总是信心满满 有的时候信心满满 很多的时候很危险 我想大家也经历过 我相信神是这样的 发现后来就打脸的事情很多 我们自信满满的认为 神一定会这样 结果神不这样的时候很多 为什么 我们不敢保证 我所确信的 真的是神的旨意 除非是圣经 扎实的圣经解经 圣经确实应许的 不然的话 这个事一定会这样 我们不敢保证 敢保证的是 不信耶稣下地狱 这是敢保证 其他的呢 说这个生命一定会完蛋 等等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敢随便去判断 为什么 我们不是神自己 上帝究竟如何 看待这个问题 处理这个事情 我也不敢保证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 虽然现在也年轻 我传道初期的时候 经常给人算卦 双引号算卦 就自己认为 自己明白圣经 明白神的旨意 就随便给人 这个给人出主意 结果打脸的事情很多 时间久了 就不敢随便给人出主意了 经历多了 发现有的时候 上帝做事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渐渐的 有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 上帝有的时候 故意让我们掉入到怀疑的里面 让我们怀疑人生 怀疑自己 渐渐的去剥夺我们那种 依靠自己 依靠自己 甚至依靠自己信心 依靠自己对圣经的知识 依靠自己的经历 依靠自己如何热心 所有东西都开始怀疑的时候 是为了让我们否认自己 学习谦卑 最终无依无靠的 谦卑的什么都不敢依靠了 开始单单的去依靠神 不敢太热心 这个跑冲在神的面前 前面 该不该拿水 那 耶稣是老师 亚洲人应该尊重 是吧 老师在那坐着 这个学生随便 这个说什么话呀 对不对 老师应该怎么办 那还是不那 问我老师是那 好吧 彼得你去钓鱼 达瓦尔彼得是擅长 钓鱼这个事情 对于他来说呢 爆脾气急性子 钓鱼是很难的事情 教训他嘛 对不对 训练他 我们有的时候 就像彼得一样 随便就替神发言嘛 这个冲在前面 有的时候碰壁的时候 怀疑到底神怎么的了 不是神怎么了 是我们怎么了 对不对 怀疑有的时候是健康的 怀疑的时候 让我们更深扎根 就像那个撒种的比喻 水风吹的时候 日晒的时候 正是庄家试炼扎根的时候 才有利于健康 有的时候适当的怀疑 这个是神把我们带到 怀疑的谜团里面 让我们去解除我们 依靠的那些东西 确信的那些东西 最后让我们回归到 甚至我们的感觉 让我们单纯的依靠 上帝的话 经历过能明白什么意思 不经历的话 哇牧师怎么去称赞怀疑呢 上帝不是强调 你要信吗 读信不疑 没有一心 一心相信不是好吗 对那是是的 但是上帝带领我们 成圣的过程当中 会有的时候会去 去解除我们身上的 那个一些依靠 让我们学习谦卑 对自己绝望的时候 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时候 才千千百百地敢 依靠神 或者说依靠教会的组织 保护自己 比如说我们这些弟兄传道人 我绝对不会背叛我的妻子 我爱我妻子 我绝对不会在情感上 什么出轨 这样的话千万别说 人性是软弱的 即便你没那个心 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 特殊的环境 产生化学反应的时候 那些出轨的人 不都是这种天生 就是这个花心大萝卜 有些情况我们是预想不到的 彼得 我宁可为你死 也不可能否认你 我相信彼得是真心的 那是当时他真心告白 但是他的问题 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软弱 当真的看见耶稣被捕 别人去删他的 打他的脸 那种势力直接就震撼了他 他就害怕了 当然这个害怕除了他自身的缘故以外 还有就是科西马尼远里 该精心祷告 依靠神的时候 持取力量的时候 却不知道依靠神 也有原因 在那种试炼下 竟然自己胆怯了 这种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象过 山盟海誓的时候是真心 但是在试炼面前 否认主也是真实的 后来他才悔改 发现自己真的是软弱的 是吧 不敢嘚瑟依靠自己了 再夸口 指着自己夸口了 千千倍々的学习依靠神了 是吧 所以说他劝勉弟兄们的时候 耶稣说你回转的时候 你要去兼顾他们 兼顾弟兄 所以他说弟兄们 这个是吼叫的狮子 对不对 并且有些寻找可吞吃的人 自己被咬过 知道了 是不是 不能自信 要依靠基督 是吧 靠着信心 依靠基督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是健康的 默示的范围 这个话我全标出来 红色就是我不太确定你的意思 默示的范围 关于默示的范围 正统派和有默示 这个到底是指什么 正统派里面 关于有机默示的见解 是不是有不同的领受啊 是这个意思吗 老师是正统派跟有机默示 我看了您的那个视频 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还是说他们 正统信仰就是有机的默示 就是承认上帝默示彼得 同一位圣灵 默示启示 默示彼得和默示保罗 同一位灵 但是他俩个性不同 写作风格不同 所以彼得前后书和保罗书信 他俩的文采 绷格就不一样 同样一位圣灵 如果是机械式的话 除非是圣灵 我今天打算用诗写 明天用散文写 后天用论文书信 或者是叙事的方式写 或者是圣灵今天 特别失信大法等等 有一天就特别严肃 不是的 就是我们认为 圣灵和圣经的人的作者 神和人像道成肉身之际 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这种合作 然后使用圣经作者的经历 他的装备 他的一些特性 然后天然人的这个层面 然后去写 他记录他的话 所以圣经的记载呢 既有神性的要素 又有人性的要素 神性的要素 确保出于神 正确物 人性的要素是 这些文章的作者的一些风格 就带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是有机的 有机的是 反对那种机械式的 机械式的 圣经作者只不过是 这个听见了听写而已 或者什么等等 这样 有机的 神人合作这种有机性的 神的要素和人的要素 有机的 不是机械式的拼凑 而是有机的 甚至我们都分不清 到底哪个部分是圣灵做工 诗人保罗写信给以赴索 给加勒泰 给这个 给罗马教会 书信的时候 他就想写 作为牧师 作为使徒 他就想劝勉他们 说了一些自己觉得要说的话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圣灵就默示 他说的话就成了神的话 是吧 甚至保罗有的时候都不确信 不确定到底这个是神让我说的 还是我感动说的 后来他说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了 所以才这样给你们劝勉的话 所以这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他说我写给你们的 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 这到底确是神的 运行在那些信主人心里面 所以有机的 阅读 神在创造中制定了一些自然定律 虽然我们现在比较用 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这种近代科学的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说自然定律 自然规律 我们甚至称神所创造的世界是自然 但是这个自然呢 在不同的语境里 它的意义不同 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 当我们一提到自然 就是纯粹的自然 没有神的创造 纯粹孤立的 是从这个进化的这种文化背景里面来理解我们所观察的这个自然 所以自然这个词我们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不是那种自然主义的或者说这种唯物的或者说等等这样的自然 我们说的自然就是说不是自然科学所研究说的那个自然 当然所以一定要用谨慎用这个词 那又不能不不用 但是要用的是要澄清 那制定了一些自然定律 自然定律这个本身的是十九世纪等等这个科学进发展过程当中 学者们用的一种方法 甚至是一种 比如说牛顿是基督徒 但是他真的是基督徒吗 是基督徒 但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 他是那种自然神论的基督徒 上帝创造了以后 在自然界里面赋予某些内在的律 然后上帝就像把这个钟表造成了以后 明上贤之后让钟表就自任由去发展 上帝就成为旁观者不实时去干预他所创造的世界 所谓的神 不介入自然 尊重他所创造的自然 让自然按照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律去发展 这种观念是不符合圣经的 那你说是不是异端还不至于 但是有的人说是异端 有的人不是异端 但是有的学者是持有这种观念 我们讲神的护理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部分 实际上神是拖住万有的 圣经里面强调 这个神是实时介入 不是旁观的 让日头停 让日头前进 后退 这不都神干介入吗 对不对 圣经里面说是 这个飞鸟不重也不熟 上帝就喂养他们 甚至狮子等待 优华的喂养 捕食 嗷嗷待哭等等 神时时刻刻看顾 对不对 甚至野地里的百合花 等等 无时无刻的看顾这种概念 和自然律是冲突的 纯自然律的那个定义 所以我们虽然用自然律 但是我们承认上帝在创造当中 内在有一些性质 一些特征 一些规律 我们体内也有 对不对 什么这个 PH值等等 违背那些律的话 那些上帝制定的一些规范的 违背的话 我们身体就会出问题 我们说或说疾病等等 比如说有些人说癌症 癌症什么基因突变 也有细胞什么突变 那为什么有癌症 现在分析说除了一些食物 化学反应外 人的情绪可能也会影响癌症 那些患癌症的长期是抑郁 恐惧等等 压力对不对 姐妹们情绪不好的话 会产生一些乳房癌 或者什么子宫等等 对不对 弟兄们也一样 那些得肺或者是脑产生那些病变 不只是长期摄入一些有害物质的问题 还有人的情绪的缘故 常常分泌了 破坏了一些东西 大家也知道 虽然我们不赞成台湾之前不是有一个九几年的时候 2000年左右卖的比较无毒一身清 台湾有一位什么医生 食品营养学医生 信主的基督徒 他就经常根据旧约的圣经讲健康饮食 很火的 大家可能没受他毒害 我说的毒害就有点按正统信仰上 台湾的一些牧师也说他不无正义 就把圣经解释的就变成营养食谱了 好像为基督做见证 就把人从救恩的知识上吸引偏引力了 好像圣经就是关于一层健康食谱一样 就犹太有点像回教徒的那种健康食品 和犹太人的健康食品 安息日会的健康食品那种倾向了 基督教性质就变了 我们不否认这种律 所以我讲这个不是跟他那个一样 有一些律是需要尊重的 不能违背神创造的原理 但是我们却知道 这个不只是纯粹制定的律本身来运作 上帝还继续推动 包括每一个小牛犊的出生 每一个花绽放花蕾 让每一个花蕾进行这种 这个什么花粉 这个兽粉等等 支配着某个小蜜蜂 落到某个花朵上 传递一花粉到另一个花朵上 然后以至于让植物产生果实等等 这都在神的看顾当中 神没有放任自然律自己去运行 一个具有何能的列车 在轨道上无限的这样的去奔走 大家都看了那个电影是不是 那种想象的那种世界观 持续不断的在狂奔 按着他自己的律 定好的律就轨道 不是那样 上帝无时无刻的去看顾 护理引导 甚至特殊的情况 神干预 让他超越规律 违背规律 违反规律 去做一些事情也有 所以定了一些自然规律 如因果关系 又是另一个概念了 自然律是纯粹 自然科学的概念 因果律又就是哲学 或者是这个宗教的东西了 特别是什么 我叫因果报应 哲学也有这个因果关系 那这种关系在基督徒信仰当中 也存在吗 我们要区分 无论是你谈自然律 还是因果报应 因果关系 你要区分这种词 这种词 这种语境 里面它的意义不同 佛教的因果报应 它没有什么神的概念 它是一种律 因果律 你这样做就自动就这样 你之所以这样是这样 你今年做人不好 来年就让你做猪 或者做那个牛马 或者是做个小昆虫 蛇等等 为什么 说不清楚 为什么 谁支配这种律 说不清楚 不是背后不是一个审判主 一种智慧的存在 去安排这样的结果 是一种律在支配 你这样做 你行在这样的道 你就什么道 是吧 你行得像猪一样 来年这个来世就 就做猪 为什么 这个因果律支配的 它不是上 基督教里面 也有因果这种概念 信的人有神 不信的 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这种因果决定因素 是有一位智者在 神 祂是智慧的人格的 祂定了这种因果 用话启示我们 你这样做就必这样 之所以这样做 就必这样 这是这位智者规定的 规范的 设定的 而且当你这样做呢 让你这样产生 这样结果的结果 也是这位智者 驱使的 犯罪的他必死亡 罪本身没有杀死我们 上帝最罪的定罪和宣判 咒诅和审判的结果是死 不是罪必然带来的死 罪之所以 罪的公价就是死 是因为那位公义的审判主 定了罪 审判了罪 然后将那些犯罪的人 咒诅审判的结果是死 所以罪的公价是死 不是那种律本身决定 罪犯罪的自动就 一处几万伏的高压电 自动就被电死的 那种结果带来的死 而是审判的结果死 这个可能对大家的概念 有一些冲击 这个概念 我是也是最近几年 才搞懂的 从来转造了那么久 后来才明白 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以前就以为罪本身 就像毒一样 罪把我毒死了 我一犯罪就必然死了 因果报应 实际上不是 死是因为上帝的审判的结果 不是罪必然带来结果 罪固然恶 但是人违背上帝的话 上帝对这种违背的行为 露出宣判 交付我们去死 死是审判的结果 所以它是背后是智者 因为位格 不是一种末无需有的命运 或者律在支配 所以我们一般用的因果报应 这个人必得报应 那只不过是佛教 已经根深蒂固的那种 好像跟基督教公义的 但是我们发现 耶和华是恒久忍耐 很多邪恶的人上帝 一直忍耐到死 让他长寿都不报应他 为什么 这个跟我们因果报应完全 我们以为是恶人必以恨死 善人活千年 但实际上恶人活千年 善人还短命战的情况很多 为什么 后面背后是上帝 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安排 有的时候让善人赶紧 别在地上遭那个罪了 回来回天宫家 早点来降伏 我们以为在地上活着 所谓的受是福之一 活得偿命才是 蒙福的这种证据 但是上帝说早点回来 基督徒常常受困惑 拼命给他祷告 让他长寿 上帝却接走他了 灰心一大片 这么拼命祷告 紧实祷告 上帝不听我们 神不用我们同在 神不信使我们信心小 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祷告 你们祷告留他在地上 让他多遭一天罪 上帝觉得 按着他的设计 现在应该是回来了 使命已经完成了 早点回来降伏吧 那才是基督徒所盼望的 治府的境界 我们却要让他留在地上受苦 我们的亲人去世的时候 我自己 我的父母已经离世了 对不对 我母亲做传道人 我父亲也是 相继19年 20年 相继去世的 虽然作为传道人 有的时候不舍 更作为儿子 在韩国 10年来到现在 老人病 都没有办法回去看 疫情的缘故 甚至去世的时候 我父亲去世 我说 眼睁睁的 通话之后 20分钟就去世了 最后可能就一直 我们中国人所谓等我 就又特别有感动 想跟他通话 视频通话 通完话 奇怪 作为牧师就临终关怀 鼓励他好好反省自己 也别为我们担心 放心吧 莫名其妙就讲这些话 结果挂了电话 10分不到就来电话 不行了 那这种情况 作为儿子 心里真的很痛苦的 虽然牧师知道 父亲回天家 降伏了 但是仍然还有愧疚感 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少 对不对 那种痛苦 是吧 为什么我们 像我哥哥就不一样了 我哥哥就特别灰心 他有点骗灵恩 什么明天就会医治他 美国的什么 什么先知一样的存在 说给祷告了 你父亲必得医治 我就心里想 这些灵魂派的弟兄姐妹 就胡整 都那样了 根本医学上 是不可能有神迹 奇迹发生的 而且都那么痛苦了 70多岁的老人 你还抓着他腿 不让他回天家干嘛 让他吸了地上 老苦早点回去吧 这是正常的临终关怀才是 跟他说 神一定会医治你 结果死了 我是知道 神接他回去了 但是旁边的我哥哥 就特别灰心 为什么 以前的那种确信 那种告白 那种预言都没了 是吧 所以什么意思呢 因果关系 背后有不同的信仰 世界观 宇宙观 我们用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不要掉到这种 佛教的思想 世界观里面 然后掉到自然主义 科学 自然科学的那种 世界观里面 所以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两种世界观 支配我们中国人 很严重 这个是根深蒂固 佛教的 我们中国文化是 如 道 佛 三文化 混合的 然后再加上 近现代 我们受到科学主义影响 自然定律 所以基督徒不可能 不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我讲的比较多了 那 所以我们要以基督教的 世界观去理解这种 背后的不同的观念 去除那些糟薄之后 我们可以用 但是一定要合乎圣经的用 这个需要大家的功夫 好好学神学 以至于能够灵活的去处理 文化当中一些毒素 批判它 认识它 然后去纠正它 规范我们的思想和用语 那苦修主义应该如何 是怎样的立场呢 对苦修主义 最近我讲了 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 加尔文牧师谈到 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 要背词架 默想未来 然后紧接着他又谈到 享受今世 忠于使命 这是非常均衡的 圣经教导我们 苦修主义 有点偏向律法主义 必失顿俗的 修道的 到沙漠里面 拒绝享受 甚至他们觉得睡觉睡多了一点 就觉得有罪疚感 吃好吃的 最近吃了 本来是平时吃15块钱 一碗的刀切面 现在吃了35的 放了两片牛肉 多了几个鸡蛋 心里就责备 觉得有点太败坏堕落了 没必要 条件有的时候 只要不是奢华艳乐 天天追求这种奢华艳乐 放纵的话 适当去吃点好东西 享受一下 你辛勤劳作 上帝给你劳动的能力 赚来的钱 适当在你消费 合理的情况下 适当去体验一下 也是好的 对不对 基督徒在地上 不管是十字架 还有享受一些美食 甚至一些美好的事物 景色 一些事物也适当去 别整得人生太苦了 苦哈哈的 有的时候 基督徒软弱的时候 适当让他好好休息 吃点好吃的 甚至出去旅游 见见自己朋友 平时见不到的闺蜜 好朋友 多年不见的好朋友 去适当看个电影 喜欢做啥做啥 休息精神放松 然后有的时候是 灵性和心理 身体 灵魂和身体 都是互相作用的 身体病得太严重了 也会影响灵性 然后有时候灵性太差了 身体也跟着不好 这种情况互相作用的 所以有机的存在 这两种东西 互相交互作用 所以有的时候 身体太虚弱的时候 精神疲倦的时候 适当地放松 休息 吃点好吃的 但是正常的状态 我们要拒绝 警戒 我们那种不健康的 贪欲 重欲 放纵 要节制 所以节制自己 不等于苦待自己 这个需要智慧 需要节制 适当地去调解 什么情况下 适当地去放松一下 什么情况下 要运速自己 好好奋斗等等 盼望永生 背十字架 攻克己身 自我否认 享受金事 这种均衡的生活 是很重要的 神所创造的 悦人的眼目 不管是有善恶果 还有悦人的眼目 是园中的植物 所以我们清静自然的时候 我们的那种紧张 长期在像北京 大城市里面 常常生活紧张的人 看这种水泥砖头 现代建筑 会有一种精神疲倦 你去公园 看看鸟 花 树木 绿色植物 去城市 城市外的郊区 山里面等等 河里面 亲近一下 精神就特别舒畅 这是创造原理 适当 享受生活 避诊的精神疲惫 有一天 因为太紧张 身体生病了 这也是罪 这种罪 不是道德性的罪 是违背创造原理的罪 熬夜 非正常的情况下 总熬夜 非正常的情况下 总是吃一些酸的饭 残汤 虽然没有 现在估计没有这样的人 我父母那一代人 有舍不得愣 整的自己 我父母是奇迹 他们经常吃的 不太注意 有的时候忙了 饭都怎么样 结果还健康 活到70多岁 正常的话 按他们那种情况 按现在的卫生学 或者是压力 心理学压力等等 我父亲以前酗酒 酗酒酗得厉害 他们那个地区 三个神仙里面 酒仙 不应该说酒仙 应该说酒鬼 三个里面 陆续都死了 唯一喝得最甚 活得最久 就是我父亲 都是上帝的保守 我们信的人知道 不信的人 不明白 一个是冻的 喝醉了 在外面冻了 截肢了 我小时候几岁 六七岁的时候印象 我妈妈还是这个招了邻居们帮忙找到他给他抬了一个光棍 一个光棍 那个老人都关系都很好 然后路我我家那个时候是开这个农农产物什么加工厂吗 有时候去送些豆腐啊豆制品什么的 回来的时候发现躺在那雪坑里面都冻狗狗了 然后叫邻居来把他抬回去帮他整 后来截肢了 冻的又死掉了 然后第二个呢 喝得厉害的人 也是他比较聪明 截肢力比较厉害 记了 记了也是没办法喝皮的 喝皮就喝不起 然后又犯了 最后还是死掉了 我父亲是持续喝 顿顿喝 喝得最厉害还活着的人 然后就是按正常医学的话 他们肝脏内脏那样的人早就应该死掉的人 但是还很状态 很很很健康 就是 那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不必要苦待己身啊 适当健康的食品 在自己经济情况下 情况条件允许下 适当去享受生活 特别是现在国内传道人 老一辈人是吃苦吃苦吃苦 不懂得管理身体 后来年纪轻轻就死掉了 被神重用的时候也死掉了 现在要适当的管理啊 留意自己的精神健康 传道人现在抑郁的很多啊 亚健康的很多 焦虑 抑郁的很多 以前总以为是灵性问题 不是灵性问题 是心理问题啊 身体的那种指数 压力指数已经超标了 适当的时候应该休个假 跟教会讲 出去放松放松 然后休息休息 恢复一下 然后吃点好吃的 有什么喜欢运动的催眉 爱好 适当的去玩一玩 这样的业余生活 文化生活这样的话 心理健康 精神健康 身体健康 再加上灵性健康才健康 所以避免苦修主义 特别是现代 本来是活着就压力大 牧养也压力大 大家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心理健康 灵性健康都要注意 避免放松 也避免苦修 苦修约等于律法主义 放松是另一种 但是要注意均衡 OK 那最后 时间 好 最后 这还有一个 关于神是灵 是个灵 他没有外在的形体 灵的品格 等等 那他自己的荣耀 注意 神是灵 这个神 是指三一上帝 三一上帝是灵 是神的属性 本质是灵 注意 这个神不特指圣子 三一上帝 所以这个灵 就是指三一上帝 所共享的本质 这个我们神论的时候 要学 跟我学基督教要义的 肢体可能也知道这一点 本质 但是你引用菲利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虽然是神 都是一个神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话是指谁 他将来 那将来 神要按照那万有归父自己的大能 这个神 审判的那位神 那就是父 圣父 将我们这悲电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 那将来 神要按照神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 这个神 和这个他前面 是讲的圣子吗 菲利比书三章二章都讲圣子吗 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个明显是指 道成肉身的圣子吗 圣子 而且不是指 勇士当中圣子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取了人性 具有身体的 这个圣子 所以他是具有身体的 父没有身体 灵也没有身体 子有身体 这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就区分开了 对不对 所以前面是神 你要按文脉来看 他不特指圣子 是指三一上帝 神性的本质是灵 他不具有身体 但是从基督论里面 道成肉身之后 圣子取了人性 取了身体 所以他是有身体 荣耀的身体相似 是指我们复活以后 和基督复活的身体相似 是指基督 不是指圣父 圣灵 或者三一神 神是公 想问一下 就上次我们听到 那个有个神的仆人 他是这样说 他说 我们就说 改变后的形状 跟那个 就是刚刚老师你说 跟那个圣子相似 他是农药的身体的话 还是讲到他33岁 那种相似 就是33岁那种近状 那个强壮的身体相似 这能理解吗 他就指定说 像33岁那样子 强壮 近坑 这句话呢 和他荣耀复活的身体相似 荣耀的身体 这个荣耀是指 复活后的状态 叫做荣耀 我们基督徒得荣 是指我们复活后的状态 最佳状态 至于他是 肯定不是12岁 也不是65岁 是最美最佳 多大岁数呢 耶稣复活 是耶稣在世的那个年龄 对不对 那个年龄30多岁 我们说死了 然后复活 复活后 那个状态 比他死的时候 那个状态更加 身体是他30来岁 那个身体 但是状态 肯定不是30来岁 那个状态 已经超越 所有人类 那个状态 亚当被造的时候 是可以结婚的 不是婴孩 还要捧着奶瓶子 是吧 也不是老的 而是青壮年 可能是最佳状态 可能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 是亚当最佳状态 被造嘛 被造完美 然后可以马上结婚 造了个妻子 就结婚了嘛 不是青年 而是成年 是吧 最佳的状态 复活之后 我们就想到了 至于我们是12岁 像有的人去世时候 十几岁 有的是几岁 有的是老 复活是人最佳的状态 最佳的状态 至于在永世当中 年龄也不成概念了 年龄也没有意义了 永恒里面 你说我三岁 十岁 那个岁就没有概念 最佳的 但是我们侧重 比起年龄 要注意这个身体的状态 是荣耀的状态 没有瑕疵了 最完美的 不朽的 灵性的身体 那个状态是很重要的 完全复原的 借着救恩复活 成就最佳的那个状态 不一定非得强调33岁 耶稣离世的时候 是大概33岁离世的 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 和 是指复活后的那个身体 当然耶稣复活之后还带钉痕 那怎么理解 起书里面那个被杀羔羊 那个被杀的样子还在 那我们复活之后 是不是身体还带着疤了 这个之前残疾的肢体 就没有盼望了 那残疾了以后 眼睛尽是花的散光的 或者是被摘除之肢体 缺个器官的 那复活之后是不是一样 不是 最佳状态 完全复原了 耶稣为了表明 我就是那个定十字架的 今天复活的就是定在十字架 那位 他给我们 那是特殊的意义 但是我们将来复活以后 是完全什么皱纹 褶皱都没了 殉道被野兽撕裂的 被吊在海里遇难的 被鱼吃掉的 甚至有的人被野生动物 骨头都给嚼碎的 那这种怎么办 复活以后都复原了 变成最佳状态 神性本质的他和圣子的他不一样 这个注意 神是公义公平的 那么世界公平 这个话要谈就多了 神是公义公平的 神是公义 神是公平的 这个我们要区分 为何世界上帝的属性是公义公平的 上帝的统治的宝座 也是公义和公平 但是上帝治理他这个世界 还要加上另一个元素 慈爱和智慧 慈爱是忍耐 智慧上帝为了成就他的计划 有的时候是任凭 或者是等待 该不参不拦阻 所以有的时候上帝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金正恩这样的人存在 难道上帝不公义吗 当然公义 不公平了 当然公平 审判不会立刻实行 他作恶一定要审判 现在不审判 或者现在局部审判 现在稍微审判 将来最终审判的时候 秋后算账 一切都在那记着呢 没有一个会漏掉 上帝不会训私枉法 但是出于他的智慧 上帝认凭 加尔文牧师理解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苦难 婚姻不幸 他甚至解释说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断了对今世享受的那种虚浮的执着 如果这个世界太好了 没有人盼望天国 家庭太幸福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透过家庭里面 可以学到很多圣经里面 虽然教导 但是不能明白的道理 你舍己 彼此迁就 彼此舍己 互相成全的这个过程 是痛苦 但是又是幸福的 痛苦是发现两个人那个那个牛和驴之间拉一同父一恶的时候必须得互相迁就那种痛苦 性格上不合 同样一个事情处理方法不合 是吧 等等 过年的时候先回男方家或先回女方家 这个再吵一吵 等等 但是就在这种彼此迁就寻求和一一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都舍己 两个人都成长 两个人都破碎 最终达到 两个人都成全的目的 这是神的智慧 上帝有时候借着邪恶的政权来训练他的百姓 地上的国 看猎王纪 猎代纪 猎代至上下的时候 大家能看到什么 我有一个叫做旧约旧属史盖棺的那个讲道系列 如果大家有时间尽量去听听 对你留理解旧约圣经绝对有很深的理解 虽然是简单的 我讲道的讲的 但是综合了圣经神学 恩约神学 系统神学等等 包括一些专卷的严经 我综合起来了 不是单独的 是如何起来 而且你读世事记的时候 诗世记里面那么多恶性的循环 国中没有王室成为主题 其实就埋下了伏笔 给最后一件诗世记 萨姆尔记 最后王登场做铺垫 国中没有王带来的情况是什么 个人偏心记录 所以事实都不完全 无论是参孙也好 底伯拉也好 什么积淀也好 都有毛病 都有不完全 所以他们期待一个真正理想的王 就在为萨姆尔记上做铺垫 萨姆尔记最后一位事实就立了王 百姓虽然求王不合乎神心意 历代至历王纪的时候 你发现王也是不完全 期待一个真正需要 给我们带来长治久安的理想的王 大魏的后裔 大魏之恩约的重要性 是吧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连起来了 那中间先知书是在历代至历王纪 这个背景下的先知书吗 先知书是作为他一个抚篇也好 他们是恩约的守护者 我解释啊 当以色列百姓背离律法 不守约的时候 先知就来教导他们 责备他们 劝勉他们 鼓励他们 公义公平是有 但是有的时候上帝认平 大家处的处境一样 上帝不公义吗 那些逼迫近前人 那些打压教会 残害基督徒 做了很多恶的事的 上帝不知道吗 知道 上帝不忌邪吗 忌邪 为什么 上帝有他的安排 让我们知道金氏的国 什么美国也好 有的人 中国基督徒真的很可怜 美国好 但是不完美 而且甚至邪恶的地方也很多 这个奥巴 这个特朗普下台的时候 我当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美国也是美国 人性都一样的 那些那些议员们 为什么把特朗普这么爱国的 爱美国的这样的王 这样的总统给搞下去了 不让他连任 都是钱袋子 特朗普继续搞的话 很多人的钱袋子就受威胁 所以你不要说制度是好 但是制度里面的人都是罪人 没有制度的约犯 他们都会犯和中国一样的事情 但是制度不允许 限制了他们的恶 地上的国是不完全的 中国一样 以制也不完全 也有漏洞 那为什么允许这样 上帝透过这些事情 让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国 不是地上的国 而且借着恶人的恶 可能会训练他的百姓 所以公义和公平 要结合其他神的属性和计划来理解 不然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不公平 更何况 为何这个世界充满不公平的事 上帝你在哪 这样隐身的话就更邪恶了 我们有什么资格论断神 我们有资格的考虑的是 我到底在神的面前 做了什么本分 我们现在自以人 不但不审判自己 反而审判 当然这个问题的肢体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 更多问问题的人 是不信耶稣的人 甚至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质疑基督教 你们上帝竟然 公平在哪里 为什么世界这么多恶 请问世界敬畏上帝的人在哪里 你老问世界恶 恶是因为你们自己恶 上帝要照着你们恶 报应你们 早就灭亡一千八百遍了 对不对 你有一千条命都不够被上帝灭的 今天仍然宽容忍耐 给你悔改的机会 这是上帝的恩慈 还抱怨上帝不公平 好像你很公义 你比上帝还公义 然后来定上帝的罪 来审判上帝 上帝做错事情 你在纠结上帝似的 这种自意 我们一定要摧毁他 我们没有那种资格 问问你自己 公不公义 你有什么资格 去论断上帝 对不对 自己作恶 还来审判上帝 这是不信耶稣的人 可能在中国基督徒 基督徒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常常遇到一些自以为是的 这种不信的人 去质问大家 对不对 为难大家 去羞辱大家 你还给我传福音 你看你们的上帝 做得也不咋地 世界这么多恶 把恶归咎给上帝 不是归咎人自己 要注意 用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的人 不同的人背后的动机 和前涉也不同 所以要敏锐地去了解 对背后的这样的 他的前涉是什么 然后去回答 有人在聚会当中说 求神的同在 神无所不在 神是充满万有 但是神又应许 我要与你们同在 神无所不在 这是一般性的内在 内住 上帝是超越的 上帝也是内在的 上帝内在在 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 这个不是说那种 犯神论 好像犯灵论 或者是 变在神论 神充满万有 但是为什么神说 我与你同在 同在不管是 这种空间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 我与你同行 我必帮助你 我带着充满的祝福 这种个人性 恩约性的关系 上帝住在我里面 不只是空间的概念 所以圣灵的内住 和圣灵无所不 变在 这是不同的意义 特殊的 恩约性的关系 亲密的概念 神的祝福的概念里面 格外的眷顾我们的意思 你去吧 我必与你同在 难道你去 上帝不在那里吗 上帝无所不在 当然在那里 但是我与你同在 这个意义就不同了 我不只是无所不在 空间上充满 而且我要与你同行 我必帮助你的意思 你是特别谋爱的 我要特别的看顾你的意思 打仗的时候 我必与你同在 我必帮助你的意思 同行的意思 特别恩典的意思 所以这是不同的 以马内利 罪人心里面也有神 用神的属性来说 无所不在 但是当一个人 悔改新耶稣的时候 神应许他 他要特别与这个人同在 住在他里面 这是神对他儿女 特别的恩恋 特别的恩恋和关系的 有这种生命的交通 和祝福在里面 神与我同在 神喜悦我现在所做的 祝福我手中所做的 帮助我克服 现在所面临的 神与我同行 这个概念 特别的观念 综合性的一个词 不只是直白的空间上的 同在的概念 OK 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有一个 这个问题 关于圣经翻译 和合本翻译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他就提到了 这个原文里面没有事 这个指证是对的 原文里的确没有事 圣经翻译的时候 不都是直译 有的时候 希腊语你如果学的话 你就发现 有的时候单词 就那么几个 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 也是有些 有些这个词下面加上虚点 为什么 那是原文里面没有的 译者为了把这个意思更圆满的表达 所以添加了 为了让我们更加明白他的意思 所以那个不是原文里面有的 那圣经是 神所默示的 这个翻译呢 他指出这个是是原文里面没有 三章十七十五六节 是原文里面没有 那有人说这个是没有 然后什么等等 那这个特别是天主教的这个思高版本 我做传道人信主之后 我就也经常看这个版本 国内有那种对对照版 五个版本对照的 什么思高版 心意版 然后吕正中 思高版是比较准的 虽然不是完美 但是比较准 那别以为天主教翻译的神学家翻译就不好 比较准 思高版既然是翻译天主教 所以天主教里面有一些 旁经他也翻译了 所以注意就行 那我们可以参考 很高参考价值的 而且他翻译的 我刚才对比了这个原文 的确是翻译的准确 那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新英文 圣经翻译 这里面翻译 说到 神所默示的圣经 都是于教训肚子 这个 我直接说答案 这个翻译也不准确 我给你们看看原文 原文 这个原文就是 这个现在是学会公认的 最标准的 公认的这个权威 最新版本的 这个希腊新约版本 这个第28版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十六节 帕萨 然后看也就是下面的了 那那这里面我们看的话 帕萨 帕萨 它是这个 是都的意思 全部的意思 格拉 格拉培 或是格拉培 是圣经 那这个呢 是形容词 形容词 这个 形容词 这里面没有什么是 那它是名词 主语 主歌 而且这个也是主歌 那可见是这个形容词 是修饰这个名词 圣经 所以这个 默示的 上帝所默示的圣经 那这是全部 如果执意的话 整个神所默示的圣经 或者神所默示的整个圣经 那这里面没有是 然后面这个也是 形容词 主歌 是有用的 有用的 就是对于后面什么教训 诸则神 都是有意义的 有用的 那这里面主 主要是 名词是圣经 所以 有用也好 这个 这个 神所默示的也好 都是修饰圣经 所以你再回到 刚才那个纠结的 那个翻译的话 其实这个翻译也不是很准确 神所默示的经文 都 他犯了几个错误呢 神所默示的 第一 经文 经文 这个 graphic graphic 是卷轴 浮草 那个意思 一般是指 经卷 经文 这个是word 是吧 它是更狭窄的概念 所以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 都 都用语 然后结果呢 他把都修饰这个 有用的了 实际上这个是都 不是这个概念 更准确的都是形容圣经的 所有的圣经 整个圣经 然后是有意义的 微妙的差异 但是不准确 所以我更鼓励是斯高版本 那即便这样翻译 和合本就错了吗 不错 意思没有错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者说 整个默示的圣经 所以重要的 所默示的 修日式圣经 意思没变 加了个是 所以意思是通的 你要是按执意来说 它就不严谨 但是按某种意义来说 它是把意思传达出来了 当然了 最最最最最接近原文的 从结构上和意义上 是斯高版本 凡 所有的 被受天主默示 默感的 所写的这个圣经 虽然这个 写 它就加了 所默示的圣经 与 教训 读则 使人归正 都是有意义的 这个 这个就是更忠于原文的结构 所以斯高版本 大家在严经的时候 可以参考 吕正中 各种版本都参考 大家就可 甚至英文版本 如果懂原文在参考 就对某一节经文的意义 就理解更丰富 斯高版本是非常有参考价值 虽然是天主教的 这个 只要别看其他的经文 按正点来看的话 它是翻译的比较准确的 很有参考价值 所以不必要纠结 不必要纠结 重要的是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就是所默示的圣经 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没有影响教义的改变 对不对 表达上稍微差异一点 但是没有影响圣经的意义 只不过是 译文和原文 这个贴合度的问题 所以如果按这样的话 那斯高本就更比较准确 和合本其实虽然什么有支持 这个阴王签订本的 对和合本批判的五体投地 但是我说有些过了 太迷信 阴王签订本 又太贬低和合本 和合本虽然翻译的比较早 虽然后来修正了一些 但是今天来看来 和合本仍然是相对比较不错的版本 不至于误导大家产生交易上挫扭那种 所以我们需要参考原文等等 其他版本做一些调整 让更好的去理解 OK 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就结束 今天这个有点时间长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恩待我们 对我们 感谢观看 万一 ij